肥瘦香煎 酥香软烂 汤汁拌饭 千斤不换 一块五花肉的神奇叠变 几代手艺人的接续成传 来几宁 把肉言欢 不见不散 几宁 孔孟之乡 深厚的文化底蕴 滋养着城市生活的脚脚落落 这个字曾让无数外地人徒生 输到用识方恨少的人生愧叹 老板 来两块肉 你十二碗 十二碗了 天天吹架 而这份美味 倒是让无数本地人常有 此肉只应天上有的生活满足 就是到嘴里边 然后就化了 蹦 意思是坛子 蹦肉就是用坛子做的肉 正是午餐高峰 前台的小崔忙得脚不粘定 后厨的老崔倒是气定神闲 忙而不乱 新出锅的泵肉 块大量足 色泽红料 加上卷尖 豆腐 肉丸等配菜 再来上一碗白米饭 这就是济宁人的美好一餐 好长时间不吃的话 比较想念 我跟他说大部分 口味比较脆 干净味道 越难的 觉得好吃 咱们出来的到 老崔做蹦肉三十年了 年岁渐长 有些力不从心 他想把这份手艺传给儿子 老崔选肉讲究 只选着三肥七瘦的五花肉 一头四百公斤的肥猪 也只有七十五公斤的肉 合乎标准 我们稍微修得住 我们我走大路 好 最远是没刀 我们一般的切了 散亮的肉饭就行 散亮 老崔坚持 每块肉种三两 不多不少 这既能保证炖煮时汤汁 能够均匀地渗透肉块 也是多年来它和食客达成的默契 肉块切好 投入清水 浸泡一个小时 然后再上锅煮二十分钟 捞出浸制 泵肉的灵魂 就在于这锅翻滚的老汤之中 肉块投入老汤 再添加自制调料 这一块是我们的核心技术 任何一个人都知道这个快速 调料配方 凝聚了老崔三十年的心血 也只有在合适的机会 再向小崔传授 肉块至少要炖四个小时 老崔要一看 二听 三闻 便能准确地判断出肉块 达到了几成熟 熟到八成熟以后 它的厌身就能变成这个 中熟 它开始变一段 再小火慢炖半个小时 肉块便酥烂入味 香气四溢 出火了 老崔是名退伍军人 平常不苟言笑 不管炖肉还是教育儿子 先讲是规矩 但是他在我个人 很规矩 看着通灵的人 一天天天在这碗那里碗 咱心里也羡慕 几年里 小崔从前台招呼客人 到采购材料 洗洗涮涮 把店里的杂活干了个遍 看着儿子的心安定下来 老崔才决定 把手艺交给儿子 我的这个希望都压到他身上 随着时间一长 咱知道老人的不容易 慢慢地干了以后好好干 从老崔到小崔 就像从过去到现在 记忆一直在流传 风味却从未改变